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2021年4月9号星期五 就在刚才 白金汉宫宣布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去世 享年99岁 白金汉宫发表的一份声明称 女王陛下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 菲利普亲王今早在温莎城堡安详地走了 她一直以来都是 女王口中那个给予她力量的支持者和伴侣 多少年来 亲王一直陪伴在女王身边 坚定地站在女王身后 1921年出生的亲王曾在皇家海军服役 多少年来她以爱开玩笑而著称 1934年 当时只有9岁的女王在一次婚礼上第一次看到亲王 1939年 两人已开始互通书信 建立了恋爱关系 可以说从女王第一眼看到亲王时 心中就再也容不下任何其他男人 她已认定这个人就是她将来的老公 菲利普与伊丽莎白在1947年结婚 5年后 伊丽莎白成为了女王 她们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王室配偶 大部分关于伊丽莎白二世 与菲利普亲王爱情故事 都喜欢把两人1939年 在达特茅斯的那次相遇作为开头 13岁的公主与18岁的美少年一见钟情 这种桥段听起来很有种缘分使然的感觉 这段持续了70多年的婚姻 在当今这个爱情素食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童话 人们更愿意相信女王的爱情是情笔金尖的代表 伊丽莎白从来不掩饰自己对菲利普的一见钟情 她也十分愿意和人们分享她与菲利普之间的爱情故事 比如她是如何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 后花园里与菲利普嬉闹并暗生情愫的 再比如后来八年里俩人持续不断的比喻生活 以及现在这对抗力情深的老夫妻 如何相濡以沫的享受着晚年的夫妻生活 我们看着女王奶奶的爱情童话 以为她简直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了 可惜凡事没有完美 绝大部分的爱情故事总是在苦恼和幸福中摇摆不定 11岁那年 伊丽莎白被告知 自己的父亲将代替伯父成为英国的国王 而自己也会成为公主甚至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虽然王室的生活较之普通人家严苛了许多 11岁之前的小伊丽莎白 还算是度过了一个相对轻松又愉快的童年 但伯父爱德华退位这一重大的王室变故 不仅将沉默内向的爱伯特及乔治六世 推向了她从不期望的王位 也让年幼的伊丽莎白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伊丽莎白二世一生最讨厌没有责任感的人 这和她年少时的经历不无关系 她觉得爱德华伯父的行为是完全没有责任心的表现 她甚至觉得是她的这位放荡不羁的伯父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女王的母亲也叫伊丽莎白 为了避免混淆之后称为伊丽莎白一世 据说经常遭到乔治六世的家暴 而原因又出在了爱德华八世身上 首先伊丽莎白一世曾经在婚前爱恋爱德华 并在婚后与其关系暧昧 其次乔治六世由于口吃的原因 当英国国王当的压力很大很不开心 为了治疗口吃染上了吸烟的恶习 常年精神压抑身体很差 种种因素导致了这对夫妻之间的裂痕 但不管怎么样 坚强的伊丽莎白一世 还是扮演了家里主心谷的角色 她坚毅的性格对伊丽莎白二世不无影响 即便现在贵为异国之主 女王奶奶在内心深处 还是以一个普通的良家妇女的行为准则 来要求自己 正是因为所有人都仰视她 菲利普对她如普通夫妻的那种 平凡的缠绵与纠葛 才令她更加珍视与爱护 13岁那年的伊丽莎白二世还是个小女孩 她还没有从之前普通的家庭生活中 缓过神来 对突如其来的繁忙的公共事务 和外交活动很适不适应 而这样一个小姑娘 在一个明媚的午后 遇见了一位金发、高挑、俊朗、讨喜 并拥有迷人宝石兰双眼的18岁帅哥 迅速坠入爱河也在情理之中 菲利普外相、张扬的个性 在情斗初开的伊丽莎白眼里是满满的魅力 这段小孩子过家家式的你浓我浓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默契 对于伊丽莎白来说 菲利普可以分享她所有心事 是能托付终身的人 终于在1947年 伊丽莎白获得了父亲乔治六世的首肯 两人结束了爱情长跑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为了迎娶英国王位的继承人 菲利普放弃了希腊王位的第三序继承权 虽然这对菲利普本人来说没什么实际的损失 因为不出意外 菲利普这辈子基本上也等不到希腊王位了 但放弃继承权这个举动还是证明了 菲利普甘愿做伊丽莎白身后的男人的决心 菲利普在公众场合永远走在伊丽莎白身后 甚至在1953年 伊丽莎白加冕为英国女王的时候 菲利普还要跪在脚下宣誓以示忠心 连自己孩子的姓氏都是随自己妻子的姓 简而言之 菲利普娶了自己的统治者 而实际上 在这段感情中 占主导地位的却是菲利普 伊丽莎白为了证明自己对菲利普的爱 将自己的王朝改名成了蒙巴顿 温莎 蒙巴顿是菲利普的姓氏 在很多问题上 伊丽莎白也都随着菲利普的心意 包括何时结婚 尽管菲利普用这一辈子的时间 向伊丽莎白证明 他爱她胜过其他所有人 但菲利普却从来没承诺 他只爱她一个人 彭尼罗姆赛公爵的名字 想必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 格外刺耳 菲利普和自己的儿子查尔斯一样 格外钟情于高挑金发的美女 恰巧彭尼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的美人 她与女王丈夫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表现得额外亲密 这在王室社交圈里是个无限的谈资 让伊丽莎白头疼的是 彭尼并不是唯一一个 与她共同享有菲利普身心的女人 传说中 菲利普的相好多达30多个 堪称菲利普公爵俱乐部 女王虽然三番五次地被身边的亲友劝告 要注意菲利普的私生活 但自尊心极强的女王 还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为了寻求表面的和平和维护王室的面子 伊丽莎白女王拥有超凡的忍耐力和包容度 被很多人视为保守的代言人 这份保守 或许是因为她出生的年代 或许是因为她身处的社会地位 又或许是她对世事洞悉的结果 但是终其一生 菲利普都甘心 一直尾随在自己伴侣身后的那个人 婚姻这支探歌舞曲 就是需要一退一让才能跳得好 之前网上流传了一张 菲利普假装白金汉公王室警卫 被伊丽莎白识破偷笑的照片 很多人因此感叹 女王70多年的爱情多么难能可贵 小明自然不敢妄言白金婚姻应该是怎样一种状态 只觉得如何能成功地调和爱情和婚姻 这两样看起来相似 却又迥然不同的东西 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到一等一的难题 哪怕是万人之上的女王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觉得我的观点不错 订阅点赞鼓励一下我吧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